我們來看數儀101這一題 這一題的答對率蠻高的 第一題其實都是一個基本題 他說這個多項四方乘有三個根 三個根相同 問V是多少 一開始我們就知道 它有三個根就是三個因次因次 所以它其實是x-α 然後x-α x-α 三個都長成這樣子 這個就是x-α 這個式子的展開 有一些人有 背一些 乘法公式或者是 就是用二項式定理 當然可以很快寫這個式子 但其實這個式子 也不太需要背 其實就是一個 承開的概念而已 就是綁造我們之前 在處理這個根與係數的時候 我們現在是 原本這三個成開會得到這個式子 可是現在大家都變成α 都變成α 那這邊就會變成α3次方 所以現在 現在-α3次方等於8 -α3次方等於8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多少呢 α其實是-2 今天想要問的這個V 其實就是 這一項一次項的係數 那現在是-2 α、β、γ 其實都一樣 所以就變成3倍的α平方 所以這樣就得到了這個12 就得到12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 從根 然後把它比較係數展開的概念而已 就是說 你也不太需要記什麼公式 這公式的來源其實很簡單 就把公式的來源用手 你其實就可以處理到各種 學測指考的一個問題